男主单身二十几年 突然家里的手机菜刀金鱼全都变成了美女 还抢着要当他女朋友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你不是一个人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理想 除了抱负那就是脱单不脱发了 阿牧是一个万年单身狗 这天阿牧在家里寂寞的过了28岁生日 门铃突然响了 一开门门口居然站着个大眼蒙昧 吓得阿牧赶紧关了门 大家都学着点 这就是孤独终老的最佳操作 大眼妹说自己是来履行保险条款的 原来十年前阿牧的爸妈 给他买了一个28岁媒对象 女友天天不重样的保险 要不说是亲生的呢 就是了解自己的儿子 大眼妹给了阿牧一个戒指 只要把手里的物品扔出去 她就会变成女朋友 为了纪念自己的第一个客户 大眼妹拿出手机要合照一张 阿牧却问能把滤镜关了不 这操作一般人别学 阿牧戴上了戒指 还在想要先变哪个物品 手一滑香皂飞了出去 她有了这辈子第一个女朋友 阿牧不是以貌取人的人 她肯定是嫌香皂太爱干净了 才找大眼妹退货的 大眼妹说没辙 除非把香皂用完 不然换不了下一个 阿牧开始了一天洗十个皂的日子 比吃饭都勤快 不过香皂嘛 用着用着是会变小的 她突然变成了肤白貌美的小姐姐 阿牧肯定不是以貌取人的人 但毕竟一起洗了这么多皂了 也都有感情了 她偷偷从外面买沐浴录用 这样就可以留住香皂妹最好看的样子了 然而还是被香皂妹发现了 气得她冲进鱼里 化成了香皂泡泡 女友没了 就只好变下一个了 家里的小金鱼陪自己好多年了 就她吧 别说小金鱼变出来的妹子还挺好看 只是有两个小问题 这是条日本鱼一句中文也不懂 这个好解决 多看几部动漫 不行比划也可以吗 关键是 这妹子她是条金鱼 只有七秒的记忆 却又是个吃货 成天想办法找东西吃 这个女友阿牧也不满意 大眼眉看她总是条条简简 犹犹豫豫豫的 气不打一处来 还没念到两句阿牧先发了火 两人不欢而散 回家后 阿牧趁着酒劲乱扔家里的东西 从俄罗斯套娃 到仙人长咖啡豆 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 熬了一个通宵 她突然想起来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最了解你的需求 又天天陪着你呢 手机 果然手机很了解她 把她的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甚至遇到之前伤害过她的女孩时 还偷偷发短信给女孩的备胎们 小小的报复了她一下 阿牧觉得真爱也不过如此了吧 为了表决心 她把戒指给了手机当定情信物 那么阿牧会这么顺利脱单吗 显然不会 手机趁着阿牧睡着 联合其他电器把她绑了起来 他们要把阿牧改造成机器人 手机已经受够了人类 冲着店打游戏消耗她 天天对着人类的丑脸拍照 还要陪她上厕所 她要控制人类称霸世界 为了计划不提前泄露 她还用阿牧的身份给大眼妹发信息 说自己已经找到真爱 合同可以结束了 镜头一转 手机带着阿牧来到5G仓库 她要让阿牧亲眼看自己组建军队 阿牧已经是机器人了 只能跟着手机走 突然一个人拉住了她 是大眼妹 手机自作聪明给大眼妹发了合照 却用了阿牧最讨厌的滤镜 大眼妹一下就起了疑心 她查到阿牧的手机定位 就跟了过来 两人正要逃走 就被手机发现了 阿牧被控制 抬手就要杀大眼妹 大眼妹一个躲闪 顺手把阿牧从高台上推了下去 阿牧不但一点没受伤 居然还变回了人类 原来大眼妹也买了保险 刚才那一推反而救了阿牧 就在手机要继续动手时 她的电量开始闪烁 阿牧一个飞扑 赶在她之前抢到了充电器 手机电量耗尽变回了原型 阿牧也终于鼓起勇气 主动牵起了大眼妹的手 两个人同时脱单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买了这份保险 家里的哪个物品 会是你的对象候选人呢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